嗨,大家好,我是猫熊徐 上一次说到去做了核酸检测的结果 非常不幸,是一个阴性 今天我将带来我核酸检测的一个后续 差不多隔了有个两天吧 我接到一个电话,他跟我讲 他是什么什么诊所的谁 然后问我有没有时间 然后他现在是寒暄了一番 后来问我核酸检测的结果怎么样 我说是一个阴性 然后他那边电话那边是非常平静的语气 可能他们之间接触这种感冒的患者会比较多吧 他就告诉我,那等你有空了 先过来我们给你建一个党 然后再看一看你的症状怎么样 我一听感觉挺溜 而且最近好像我的感冒还没有完全好 所以一会儿我要回到诊所开始建党 我认为俄筹我画了一种感冒的感冒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工作人员在录入我的信息之后 然后他有跟我确认一些问题 他说 你有没有在新西兰看过医生 这真的是你的第一次吗 然后你之前有没有见过任何的 类似于家庭医生 有过任何的医疗记录 手术什么的 我说什么都没有 后来那个女孩做了一个沉思状 她说 我接下来要问你一个问题 我非常非常抱歉 但是我必须要问 你有没有变过性 变过性 我当时一天 我现在是愣了一下 我说 I wish I could 非常负责任地告诉你 我一直都是一个女的 然后那个女孩非常非常抱歉 我都能感受到她的尴尬 她就跟我讲 实在很抱歉 但是我必须要问你 因为系统里面显示的 一样的名字 一样的年龄 一样的住址 但是是一个男性 后来我们俩就同时笑作了一团 就想了半天呀 想了半天就到底是为什么 我终于想到了 差不多就应该当时做核酸检测的时候 人家工作人员不是有告诉过我 他会给我开一个户头吗 然后我就告诉他 他说大概可能应该就是这个原因 有可能是工作人员录的时候录错了 后来他有给那边打一个电话 把我的整个的信息都给更正好了 我刚才讲 好 谢谢你 把我变回了一个女的 后来到了我的诊断时间 看医生的经历 我觉得也是比较有趣的 因为我是真的正儿八经的第一次 在新西兰去诊所 去医院看医生 所以他们各种各样的信息都要录入 比如一进去的时候 先会给我测一个身高体重 它是一个密闭的一个空间 就是一个小房子 所以一点都不尴尬 就是你的身高体重什么 测完身高体重量了一个血压 指标都非常的正常 接着就是询问我一些比较基础的医疗相关的问题 比如说有没有在近期做过手术啊 或者你对什么过敏啊 有什么抗药的反应啊 索性的事我都听懂了 而且都可以对答如流 我觉得近来的口语也是成长了不少 我是整个流声走完了 我才明白 今天呢 给我看的是护士 他说 因为我告诉他 我之前一点都不生病 然后现在来了新西兰 一年已经感冒了两次了 而且上一次很严重 这一次还OK 只不过说我会一直流鼻涕 而且嗓子也会不舒服 他就跟我讲了 说新西兰这边有非常多的人 他们都会有各种各样的鼻炎 因为可能会对一些食物过敏 对花粉过敏等等等等 他说也有可能是 你到来了这边之后 你的鼻子会有一些不适 然后今天呢 他给了我一个小药片 他让我吃掉 而且要让我在下周见到医生的时候 对他又给我约了医生 去给我进行下一步的诊断 是在一周之后 他说等到下周你见到医生的时候 你一定要报告给他 你服用这一片药物之后的一些反应 是不是有好转 如果有好转的话 你也可以自己买 我觉得他们这边给药 其实还挺慎重的 就是他给到我这个药的时候 他拿出了一本册子 那个册子上详细写着 这个药的名称成分 每天服用多少 针对什么样的症状 等等等等 今天整个诊断的过程 持续的能有半个小时吧 因为聊的东西可能会比较多一些 还有聊一些其他的身体状况 总体给我的感觉是 非常的慎重 就是每一步都走得很慎重 但是这个时间上 作为中国人有点接受不了 我已经感冒感 感了有个两周了吧 今天见到 终于看上了病 见到的却是护士 而且下一次要有医生 去开诊断证明 给你写出处方药的时候 那已经是再是一周之后 就一下想到很多在诟病 国外这种医疗体系的时候 不是有开一个玩笑吗 说等你见到医生了 你的病要么好了 你要么就已经一命呜呼了 但是对于我来说吧 我觉得都是很好的体验 之前我在香港的学校的医务所 我也看过病 那个已经是非常成熟的一个医院了 他们那边开药也是非常慎重 比如我之前也是因为咳嗽 我好像每去一个地方 都会水土不服 然后咳嗽一段时间 但是持续了能有 咳了有一个多月 去到医院看病 医生每一次只给开三天的药片 三天之后再去复查 再三天再复查 他们多一天都不给开 当时医生有一句话说特别好 我当时觉得麻烦 我说您要不然多给我开上两周的 医生说 这个每三天你的这个病征啊 它会有一个变化 所以要根据你当时当下的这个变化 再去给你重新配药 这一点呢 要给这种像是比较偏西式的医疗系统 点一个赞 你应该是在公开的中心里面